十一號彰化雞蛋廠驗出 代藥新食安風暴第三天 至今時常失言 要為人民食安把關的食藥署長 吳秀梅現在人在哪裡 結稿為止 電話人轉接到語音信箱 對比三月七號出來說明 罐之妥味藥案 自信滿滿說會幫人民把關 三天了人還是沒有出現 切開水波帶蛋黃不斷留下 看起來清爽可口 黃澄澄的蛋汁綿密的口感 是大眾早午餐的最愛 沒想到爆發大藥新蛋事件風波 蛋商舊痛批政府檢驗把關在哪裡 剝開茶葉蛋金黃色澤滷的透亮 光看就流出口水 這家宜蘭知名的將軍茶葉蛋 就怕顧客會卻步 昨天第一天我是覺得還好 客人也是有很多客人打電話來問 我跟他講說我們大部分都是使用 宜蘭的三星的蛋 就必須要做好把關 大部分基本上還存在著恐懼 你知道嗎 所以一有些風吹逃動 基本上會民眾的心理會都換起來 宜蘭一順旋的知名奶凍捲 也必須使用到蛋 而蛋從甜點到正餐都需要用到 但從過去發生食安風暴情流感到現在的 代澳新蛋事件 業者只想問如果沒有明確的政府 把關第一線的業者到底該如何確保 自己所用的蛋到底安不安全 萬一業績受到損失又有誰能賠償他們 接著林醫生李玉涵已然報導